棋盘格这款鞋子开发了很久很久啊兄弟们 这款鞋子开发难度啊 因为配色原因啊 所以说会比我们之间上的黑白啊 熊猫白绿啊那些啊 配色要原因要开发更困难一些啊 原版两双最终大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出版大货 不拿市场货给大家比啊 因为市场货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很多人做到这种程度啊 就现成皮照做到这种程度 没有后期继续把颜色去改的话 就直接出货了 是完全一眼假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 呃原版的这个鞋头啊 看到没有 它这个黄色 我给大家这样去拍 看明显一点 它原版鞋头这个黄色不是很很亮啊 是有一种暗一些的感觉啊 然后这边这个我们第一次出的这个 呃大货啊 颜色看到没有 太太棕了一些啊 太棕了一些 后来我们把颜色又调 暗了一点点 然后才还原了这个 呃原版的这个颜色啊 我跟你说 你们不要觉得这个调颜色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熬了好几个冲销 就一点点 就往里加一点这个颜色 再出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再加一点颜色 出来看 这个效果很非常繁琐和麻烦啊 所以说点是注入注入了我们很多的时间精选和时间心选和精力啊 我现在说错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呃对错吧 看一下这个logo颜色啊 对的啊 刚才是很多市场上卖都是这种暗金啊 像这种杀金暗金的感觉 其实它是一种亮亮的 看到没有 哎 我们第二版大会把这个细节去给大家去改正了啊 也是一种亮亮的感觉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logo对位啊 大家知道是这个设置品都会有个对位啊 我们看一下圆鞋啊 两边的一个对位啊 看圆鞋 这两格在大概这个位置啊 就是第一个最后一个鞋孔下面 这是一个 然后字母 然后呢 这是两边图案的对位啊 你看这边啊 一样 它就是在一个一个方位上啊 我们给大家去去去看一下 看出来没有 它是在一个方位上的两边 包括这里啊 是在一个方位上的 然后包括鞋头也是啊 你们仔细去看这个格子的这个这个分布的情况啊 它是对称的 然后我们大货也一样啊 这个也是对称 这个是区别于普通市场货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这一般也有做就做对位啊 给大家去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格子也是左右对称左右对称的啊 起盘格的难点啊 这个也是我们做的时候耗时间的原因之一啊 看到没有 也是对位的 然后还有一点啊 就是正面后跟的这个54啊 兄弟们 是能透过这个漆皮 漆漆啊 看到下面这个皮料纹路的 看到没有 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我们第一看 第一版的时候忽略了这个细节啊 看到第一版是没有的 然后市场货很多 基本上市场货全部都没有啊 其实摸这配色 市场货全部都没有这个 底下这个纹路啊 你看这个我们最终版 是能看到底下的纹路吧 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啊 你们如果想买这双鞋的话 耐心去看吧啊 然后一个鞋垫对比啊 呃脏一点的 这个是正品啊 这边是大货啊 你们去看一下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啊 这个外啊 是不带那个拐弯的 你们去用苹果的键盘去打个外啊 会有一个小小弯啊 小弯啊 就下面这个小尾巴会有个弯 LV的外是没有这个弯的 你们对比一下市场货这个细节啊 因为它是生产在意大利啊 这是意大利的这个外 它是没有这个小弯的啊 然后鞋垫的厚度啊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看到没有 鞋垫后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上脚舒适感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中底给大家再去看一下啊 右边是右边是圆鞋啊 左边是大货 看到没有 玻璃纤维的中底啊 这个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这点肯定是不会改变 做任何trainer这款啊 然后这个八点去给大家上架啊 大家放心去入 这个应该是我拍过最长时间的一个视频了 你们要买这帮鞋的话 一定要看完 看完就可以入了 兄弟们